大家好 我是一个乐于分享的宝宝 可是三秒钟以后 给宝宝吃一口好不好 嗯 哎 嘘 哦 妈咪说好的一口呢 孩子别怪你爹 他真的只吃了一口啊 宝宝看老爸给你逼个魔术啊 只要一秒钟 只剑 不见了 哎 天哪 真的不见了 哈哈 不见了 宝宝再给你变一个啊 来 这次你来把纸巾塞进去 好 三 二 一 又没了 哇哦 真是太神奇了 宝宝 你老爸这点小伎俩 也就只能忽悠一下你了 当老爸和他的双胞胎兄弟 同时出现在宝宝面前 宝宝的反应会是 是谁 宝宝 你当然是我爸爸了 我怎么可能认错 谁是他 我爸爸 爸爸别以为拿掉眼睛我就不认识你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对 对 怎么还有一个爸爸 什么 谁是他 谁是他 我爸爸 我爸爸 到底哪个是你爸爸呀 爸爸 哈哈哈哈 这是一只喜欢捕捉激光笔的狗狗 所以主人决定送他一份大礼 主人狗声瞬间没有方向了 不过有时候懵的不是狗狗 而是主人 哇小可爱 来给宝贝亲一口亲一口 流氓 臭流氓 不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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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打不打 狗狗 你这么猛 考虑过主人的感受吗 娱乐圈的明星们 也有瞬间发懵的时候 比如下面这位 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过敏过敏过敏无垒 小兄弟 你房门锁了耶 你得放卡吗 瞧这反应不只是懵 更是懵啊 当一个天生自带喜感的歌手 误把直播当录播 于是喜剧上演了 这次来打榜新歌演员吗 没错了 这次呢先跟大家有一首 三二一走 三二一走 说到没错呢 所以今天这次出新歌的 那我之前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原因 哎呀天色别暗牢啊 就打雷了 天色好爱 光也没问题啊 没问题这段路啊 那其实呢 刚刚说到哪里啊 刚刚说到啊 就是那个什么 对对对 三二一走 你真的没有觉察到有什么不对吗 整张专辑呢 不是我的问题啊 是因为以前的公司呢 之类的 可能他并不是很专业的去 对对对对对 说回来啊 三二一走 所以呢 这是直播啊 没关系 你很真诚可爱 这是直播 为什么没人开始告诉我 就是 好 我以后会剪辑的 不好意思各位啊 嘿嘿 没关系 虽然你傻 但是很可爱啊 欢迎光临美妆课堂 家庭幽默录像 双方美妆课堂 开课啦 今天我们就要为大家带来一级高难度的 双方化妆 第一步 打底 上面呢 我们就开始打这款粉底 我们这款粉底是完全可以吃的 不管是平时出去郊游啊 饿了呀 还有找不到外卖啊 都可以使用我们这款粉鱼 第一步就OK了 第二步 画眉 就是一字眉 画这样一看 画两笔 美妆比较稀疏的同学呢 也都画几刀 第三步 画眼线 画眼线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 就是 就是这样 眼线画了多长 你的眼睛就有多大 人生的舞台也就有多大 眼睛是系列的 妆 对没有 透皮画的后脑伤 我们的眼线绕脑球两周 好 对就是这样 最后一步 画口红 如此鬼斧神工的化妆技术 精致的妆容 简直是要上天啊 你敢来挑战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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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